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我们谈到来世的话题 也必然和全身相对 因为在基督教的观念里 和现在当代的这种宇宙学 物理学的概念里头 宇宙是有一个起源的 就是说它有一个时间的 它们总是假设有一个时间的最早的概念 那么我们对汉传佛教的无史以来这样的说法都比较熟悉 我想请教汉伯 在藏传佛教里 特别是在论藏里头 怎样论及这个无明的发生 以及最早的前世的前世 有没有类似于第一世这样的概念的说法 好 谢谢 这样 生命应该可以说是有结尾 但是开端也因为极其漫长的原因 相关的佛学资料当中经常说是无始以来的轮回 那么无始以来的轮回有些学者认为应该是 刚开始的时候人类的最初意识是一种无极法的状态 但是这种状态实际上跟虚空作比喻了 但也不是完全跟虚空一样的无极法的状态 这是一种学派的认为 还有一种认为最开端是没有的 因为无始的 还有一种 有一个开端 但是这个开端没有历史记载 因为世间漫长的原因才叫做无始 所以我认为不仅仅是我们的生命 其实万事万物有它的一种因缘 但有一个学者他说 我们现在最早的 最初的缘不是很重要的 我们前面的路特别重要 大师好 我是西北大学的一名本科生 我想问大师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就是人们总是在生命的尽头 回顾自己的人生才能明白人生的遗憾 此生的遗憾是否可以再来生弥补 但人的肉体已经消失了 对前世的记忆也已不复存在 人们要怎样才能明白往事欠下的债务 要怎样才能知道 今世的人生主要任务是什么 怎样才能拥有真正的人生意义 做个有灵性的生命 第二个问题是 人的来世 人生是由谁决定的 为什么有的人的人生是快乐的 有的是苦难的 充满困惑的 谢谢 第一个 我们一般的人 有些人他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 才会发现自己一辈子当中 所做的很多事情是错误的 包括有些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到死的时候 到最后的时候才能发现的 有一些人他到最后的时候也是不会发现的 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人在生命的场合当中 有些知道是以前所做过的一切善事和恶事 有些是不知道的无论知道还是不知道 其实对自己负责任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种善待生命 善待生命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应该是为一切众生 为所有的生命做好事这是上等的 如果是中等的话也就是说为自己做善事 如果在下等的话不做损害其他生命的 因为生命跟我一样的珍贵所有的生命 所以以这种方式其实以前所造过的很多罪 可以弥补也可以按照藏传或者汉传佛教的话 一生当中所造的业通过忏悔来弥补 通过忏悔的话可以把自己以前所造过的罪业 可以清净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我保护一下 就是人的来世是有了谁决定的 对 谁决定的 这个是按照基督教和其他有些宗派 那么说有上帝决定的或者有大自在决定的 有各种说法但是按照佛教的说法 其实不是谁来决定的 如果有一个真正的造物主义 造物者他来决定这个人要快乐 这个人要痛苦也不是很公平的 因为我自己没有做任何坏事 他让我受苦我没有做好事让我天天快乐的话 这个造物主义做得再好的话 可能会经常受到很多批评 因为我们对每个人来讲 对自己的苦乐是非常关心的 但是这些问题需要观察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佛教 自己做善事永远都是快乐的 做恶事永远都痛苦 这个概念刚开始听起来的时候 恐怕有些年轻人不一定能接受 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下的种子有毒的话 它会产生毒的果有妙药的话是妙药的果 我们种瓜的瓜 种毒的毒 这是一个古人非常常用的一种责力 这种责力佛教当中也是特别认可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今生当中也快乐 来世也快乐 乃至生生世世也快乐的话 清静安的不要杀害生命等做很多恶业 如果你今生当中造了非常多恶业 那么今生或者再来世的来世一定会感受痛苦 因此今生当中为什么有些人是快乐 为什么有些人是痛苦 这是我们前世所造的业 这一点在佛教当中是叫 神圣的因果奥秘 我们藏教佛教有一个叫智悲光尊者 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 这个很好的比喻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大鹏在空中飞翔的时候 他的影子暂时看不到的 当他下到地上的时候 他的影子就马上看见了 所以我们一个人造了坏事 造了恶业的时候 暂时看不到其实这个人无理无合的一直跟着业 当他的因缘成熟的时候 才把他的痛苦或者快乐来显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道理 我特别希望在座的各位学者 也应该经常思维一下因果观念 现在很多人都是没有因果观念 只要是自己添到宝兔子酒 其他不顾旁边的人 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社会现象 堪布您好 我是一个算是佛教业余爱好者吧 就是自己读了一些佛经 那么我对这个轮回转世啊 这个理论也特别感兴趣 跟刚才李老师说的一样 这个轮回转世确实非常重要的 我想的一方面来讲 就是这个轮回转世 它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轮回 到底有没有来世 那么就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 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 再一个就是它 这个轮回转世这个理论 对佛教来讲也是一个基础 如果没有轮回转世了 那么整个佛教其他理论也就可以说是完全建立在空中了吧 都变成空中楼阁了 就是说就没有基础了 所以我对这个也非常感兴趣 那么现在就是对于这个轮回转世的这种论证吧 或者说是这种证明啊 我觉得就是刚才刊部也讲了 讲了一些案例 现在这种证明里好像都是基于案例的一种证明 我自己觉得啊 就是说是案例它总是有限的 就是说案例里总是不普遍的 而且呢就是尽管说是现在找到两万个案例啊 或者是几万个案例啊 和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相比的 毕竟是数量非常少的 所以这个单凭案例的 很难让人来 就是让大众吧 让大部分人都对这个轮回转世这个理论啊 我觉得还是可能需要一些理性方面的证明 或者是理论方面的证明 来弥补这个部署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刊部 就是在这方面有没有开始 这样的 其实我们现在的理论有两种建立方式 有一种理论通过论证 就像我们《逻辑论证推理法》 逻辑论证的推理法在藏传佛教的引明当中 我刚才讲了 我们引明的推理 以心最后一刹那延续存在的道理推理 最坚弱 最根本的一种推理方法 那么这个推理不能反驳的时候 这个论理已经成立了 所以不需要很多的这是一种推理 第二种推理现在所谓的案例 案例也实际上是如果你没有推翻的能力 这个案例是已经成立的 那这种案例虽然它是案例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比如说塔克波士他把这些案例并不是光说一样 它是弄了一个数据库 数据库以现在统计科学的方式来进行论证 进行论证的时候虽然从人数来比 尤其是现在我刚才讲了 按照唐朝的时候当时西安一百万人 一百万人人数是非常多的 应该说这么多人不可能不承认前世后世的佛教徒 这个我们佛教徒里面是不会有的 不可能有的 但是这个世代原来很多都有变化的 这是佛经当中也是有讲的 很有可能今天这个二十一世纪 大多数的人是不信仰佛教的人 但是有一个国王 有一个国家主席 或者谁信仰佛教的话 我们人类特别容易转变 然后一下子所有的人很有可能转变过了 所以人的多少来论证一个真理的存不存在 实际上不一定是很正确的 比如说科学家也是按比例的话极少数的人 并不是所有西北大学现在毕业的人 全部都变成科学家 他是每一个人都有发现真理者 不可能的 本来我们世间当中也是纯净也是非常难美的 真理也是很难发现的 像这种生命 奥秘的真理应该说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承认的时候 人多了不一定是真理 所以现在包括很多特别有价值的真理 即使一些知识分子他也没有发现现象特别多 所以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地进行去观察 也很希望跟刚才提的是 还是应该自己觉得有意义的 跟藏传国教的一些个性 因为他们都是辩论的真正的逆行辩论 逆行辩论的话可能我们面对面的 可以在空处一定的时间当中互相辩论以后 才能生起真实的见解吧 堪布你好 我是西北大学思想所的研究生 也平时对佛教感谢兴趣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也是我平时思考 但是一直有一些想不通的地方 在这里向您请教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佛教教无人法二我 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 如果你执着有我的话 这就是痛苦的来源 也就是你有苦恼的来源 但是在轮回这个学术当中 它有一个轮回的主体 这个轮回的主体 好像就是有一个我的存在 才能够成立 就是前边一个无我 和后边一个有我 这两者是不是矛盾 如果不矛盾怎么协调 第二个问题是 往前推几百年或者几千年 世界上或者是地球上 或者整个宇宙上 可能只有十亿个人 但是当今已经产生六七十亿 这么多人 如果有轮回学说 轮回学说真的是成立的话 那这为什么会越来越多 人的这个灵魂 是多出了这些灵魂 是从哪来的 好 谢谢 这样的 第一个问题 你说佛教里面讲人我和法我 然后又讲轮回存在于我的中心 其实这个是一定的不矛盾 佛陀在第二转法轮 释迦牟尼佛在第二转法轮的时候 言而彼色色 所有的这些万法都不存在空性的 然后第一转法轮的时候 有我 我要解脱 我是痛苦 痛苦的根源是烦恼 烦恼通过智慧来断除 这是我们佛教里面 可能要系统地学习以后才能明白 但是我大概不给你讲 也就是说一切万法的真相上是讲 所谓的我和我所执著的法都不存在 这叫做生意当中不存在 世相当中不存在 而在没有通到这样的境界之前 我和人和法包括轮回 痛苦 解脱 极乐世界全部都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众生在做梦 梦中一切都有 梦醒了以后什么都没有 你昨晚上在做梦的时候 当时梦中有快乐 梦中有痛苦 但是为了获得梦中的快乐 也需要断除当时梦中的痛苦 当你醒过来的时候 当你今天一看昨天晚上所做的油和 现在所作为的梦境当中的一切物 实际上是不矛盾的 所以我们众生正在做梦 梦境当中是有的 但是你梦醒了以后不会存在的 所以这个道理按照佛教的这些空性 还有显现的意义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 学习以后非常容易明白 而且这个道理也特别重要 为什么佛说眼耳鼻舌是没有 确实没有 我们现在观察我的时候找不到 这种找不到并不是 我们一般是存在而找不到的 真正去用月城论师和龙猛菩萨的中观 来去观察的时候找不到的 但是在梦乱显现当中应该是有的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学习中观和学习俱词论 还有学习其他的论典以后 完全明白其中的油和我的关系一点都不毛的 而且这样说的话非常的合理 如果你没有这样说 实际上我们很多的问题说不清楚的是这样的 第二个问题 我们地球上刚刚最近发现 人类已经到了七十个亿 其实这个在佛教的思想当中一点都是不需要 因为众生无量无边的 所谓的众生并不是全部人类 在其他地方众生 世界也是有无数的世界 所以佛教的世界观跟一般的世界观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包括现在在宇宙世界有无数的宇宙世界 而且有无量的众生在其他世界当中的一些众生 他以前行持各种善业以后获得了人身 然后转在这个世界上 然后有这个地球毁灭有这个世界的时候 有在其他的世界 所以现在人类只发现了一个地球和月球 在这个时候这是我们如也发现的 然后更高的所谓的佛教里面讲的 娑婆世界里面有三千大千世界 那三千大千世界是非常庞大的一种数目 一下子我可能跟你讲的话 你也许可能有点紧张 有点不会同意 但不同意的话实际上佛教的观点不得不说 因此如果佛教只有人类这么多的话 那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 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上长出来了 我们可以这么说其实也不用 这个生命是无数的众生 无数的众生根据自己的业力不同 也有转人道的 也有转其他众生的 佛教授你好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听他朋友讲 他去拉萨了嘛 然后转转颈头 转法了 说回来碰到了很多委员 然后他就很敬畏 然后对佛法产生了一种恐惧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泰国在发洪水 然后现在有很多人也是在讲 就是那个是一个佛教的盛传的大国 那既然这样的话 也很多人对佛教产生了一种疑问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正确去分辨这个 我们就是佛教跟他这个邪教的一个 可以证实一下他们之间的那个差别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更正确地认识一下 我们在佛教上面的修行跟认识 谢谢 这样的转经论一般都是顺势转 然后如果离死转的话有过失 确实有过失 那这样的话可能它还是要弥补 如果翻转了多少遍呢应该顺转多少遍呢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 虽然是佛教顺地 但是出现一些灾难 这应该是正常现象的 像释迦牟尼佛的传记里面 释迦牟尼佛当时也是被琉璃王垂毁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把所有的八万余全部打败杀死以后 那么这些众生全部最后变成了琉璃王垂毁坏 然后毁坏释迦牟尼佛当时释迦牟尼佛也是显现土痛 他当时看见释迦牟尼佛的儿子 看见这个鱼在滚动的时候就笑着他们 以这个业报 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也实现疼痛有这个公案 因为这样公案的话台国表面上我也以前去过 确实台国佛教兴盛 但是台国佛教对真正佛教的教义 很多人都不是特别懂 除了一些高等大学的博士生和高等大学的出家人以外 在民间他们只是信仰佛教 经常拜出家人拜寺院 但真正去从内心当中的信心和智慧 出离心 菩提心在这方面了解是特别差 基本上现在中国很多地方也是 老百姓还是有一些新教 每次开法会 观音日 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忍善忍害 但是真正采访问他懂得没有佛教的话 很多诸恶魔作诸善奉行的有些都不懂 有些一边杀蚊子 一边开始拜佛也有这样的 所以一方面现在他们为什么出现这样呢 应该是前世所造的 现在所信的佛法所做的这些都将来有的 所以这个银河国不是同一个时间当中发生的 释迦牟尼佛当时释迦国也是这么殊胜的地方 前世的业也出现了我们也是这样的 有些好人可能没有好报 并不是我现在所做的三世马上成熟 这个问题应该要考虑到前世的问题 前世的问题以后不管是哪里都会出现一些恶缘 只要有前面的恶因今生出现这种过失应该的 就是恶恶这样出现的这是一个 第二个 其他世间当中也有各种对佛教 表面上看来是佛教但实际上不是佛教 大著佛教旗下的这种现象也是非常多 那我们怎么样辨别呢其实最关键都是要学习佛法 现在很多包括知识界层次的人都学习佛法方面不够 我都经常跟一些所谓的宗教博士生 有些研究生 跟他们都经常讲 如果你们要发表论文你要打上你的名字 你要注意不然你自己说我是博士生 研究生 实际上你基本上对佛教的专业不是特别精通 那可能以后说出来的时候不一定特别有真正的意义 甚至可能路通百出也有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要分清邪教和真教之间的差别 一定要综合提高佛教的水平 无论是出家人也好还是在家人 现在很多人对佛教的误解是特别多的 邪见就是充满邪见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全部都是邪见 而正见很多人来讲是非常的罕见 为什么呢 这是我们可以说 当时文化大革命等很多的教育和课本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正见的话 一定要通过多方面的学习和了解 以后呢就是才能可以辨别增加 尊敬的刊部您好 我是善导慈善的一名成员 我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是 在佛说阿弥陀经中 佛陀讲述了极乐世界的无量的清静和无量的庄严 比如黄金铺地 昼夜里是雨天曼陀罗华 但是它里面有这样的经文 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德生彼国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说阿弥陀佛 咫尺名号若一日若爱日日日日到若七日 咫尺名号一新不乱 其实灵命中时阿弥陀佛宇宙圣中 现在几件事到了深度上 我想请问在这里面讲的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那么什么样的善根是多善根 什么样的福德是多福德 什么样的因缘是多因缘 什么样的行动和方法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因 谢谢 主要讲 我们有一个虔诚的信心 有虔诚的信心的基础上在《佛书广无量寿经》 《广无量寿经》里面讲得比较清楚 比如说 孝顺父母应该行持善法 不杀生 修慈悲心这些都是一种善缘 也是善法 最根本的按照藏传相关净土法门来讲 就是要发无常的菩提心 自己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一定要想到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庄严 以这样的心情若一日到若七日之间 一心不乱念诵也能会往生的 这句话表面上看到特别简单 这样我是不是闭关七天就马上能往生啊 实际上对自己的根机可能有一定的差别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忏悔 没有很好的忏悔的话 虽然你念了七天但是你不一定能往生 因此藏传佛教大德们特别地强调 一定要忏悔自己以前所造的罪业 其实你忏悔这是一种福德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善根 因此我经常想汉传佛教的净土宗 跟藏传佛教的净土法门互相对应 互相参考学习也非常对净土宗的弘扬 和往生净土世界有一定的因缘 刚才李教授也是讲了 虽然今天世间关系 往生极乐方面我也有很多话说 但是我今天主要把时间画在前世今生上面 后来李教授从缘起上给我们补充得很好 其实在座的人的确生命是很短暂的 特别希望大家看净土法门 尤其是净土的观景对汉传佛教来讲是 现在非常好的一种因缘 前辈的这些大德们的恩德已经有这么珍贵的法本 我们藏地都是没有这个法本 所以我觉得观景和也所谓的净土无尽议论 我们一定要值得重视不但从理论上面去学习 而且自己实地修持 大家一边念阿弥陀佛 一边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经常观想阿弥陀佛 那么有缘者一定会是能往生的 所以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讲应该比什么都重要 当你离开的时候什么都待不住 只有跟着这一颗善根 往生极乐世界是最好的 如果实在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也千万不要堕入地狱 饿鬼 旁生当中 不然的话非常痛苦 太可怕了 您好 我是一个初学的一个 刚刚初学 但是对于汉传和藏传的修学有一些疑问 今天想请教您 首先是汉传的禅宗他讲见性成佛 而藏传讲寄身成佛 而我们现在离藏地也比较远 学习藏传不是特别的方便 那么我们现在修行汉传的比如说禅宗 或者其他的法门的话 是否有机会在这一世成佛 第二个是问 如果这一世 就是说汉传的话 就是说我们发愿成佛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个现在都讲净土 就讲末法时代讲净土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能修行净土 来在这个极乐世界 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后 然后再修行成佛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我想起来 以前我们七藏 弥兰师的尊者 他要一直上师的第一天 被上师说 我能不能成佛 你可不可以关心 我所有的生活和修行的问题 然后弥兰利巴的上师给他回答说 要么你选择修行的问题 生活我来解决 要么你生活你自己解决 我来管你的修行 当然你的成佛能复看你自己的精进 后来弥兰利巴选择 他觉得一直上师很不容易 我自己寻找生活的条件给我讲法 弥兰利巴一生当中特别精进 非常努力 后来确实获得了长久 获得了金刚师如来的果位 这一点在座的人也应该知道 不管是禅宗的说法也好 密宗的说法 其实究竟意义上完全都是相同的 这一点没有任何矛盾 但是你看能不能成就 关键都是靠自己 如果在座的比如说年轻人或者谁 真正把所有的时间抛着脑河 自己精进修持的话 不同程度的成就一定会得得到的 我们经常也看一些前辈特别伟大的 包括宣藏法师或者旧摩洛师 当然他们也许是辜负再来 但是从显现上 从小或者中间不同的因缘 非常大的努力最后现前这么大的成就项 所以这是我想应该在很多方面有差别的 尤其是你们很多人可能去藏地有一定困难 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所有的宗派都是在刚开始的发菩提心 中间修习二终之量 最后现前摄身和法身的果位都没有什么差别 只不过高僧大德们所开创的法门不同 殊途同会可以这么说 然后第二个 往生净土法实际上密宗也是 并不是密宗没有修法有很多修法 但是大多数的大德也是强调往生净土法 汉传也是这样的 但最关键的我们对所有的宗派观清净心 而且可能自己应该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信仰 现在很多佛教徒包括有些研究学者 佛教的这些道理 只是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当中放一门课题 但是这种课题永远都站不到 自己人生当中最关键的一处 我也许是作为佛教徒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人生这么难得 一定要有了解佛教的真理 佛教的真理可以说是无稀可习的 无稀可乘可以这么讲 这样的真理佛学太可惜了 而且它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的确确 有非常圆满非常完整的一种答案 很多迷惑从佛教当中出来 所以为什么如今 包括西方很多的科学家 他们纷纷目光对佛教其实有非常甚深的意义 应该是有意义 因此所有的知识分子对佛教不能忽略 我们思想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砸的 就像一个瓶子 尤其是你们很多年轻人 刚开始的时候瓶子里面没有干净的东西 这个时候有一个正间的液体装在里面的话 很多人里面放了很长时间的一些藏的沉淀 然后你把它吸一吸不出来 新的知识一灌下去以后马上又被染污了 又被染污了所以老的这种观念很难改 我们特别希望你们年轻的很多人 对佛教应该有个正面的 真实的了解 有了了解以后很多邪见不会被染污 否则的话很可惜 我想正面的回答是这一生必须修行净土 先能够往生这是最稳妥的 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再修行成佛 还是可以我今生就发愿我要成佛 这是看你啊 我刚才就说了 看你今生马上重复 或者是先去极乐世界 看你自己 解脱依赖于自己 我已经正面回答了 但是你没有正面理解我的意义 最后一个问题 最近的索达吉堪布你好 我是西北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 很高兴又能够加入最后一个机会 我想问的问题是 如果我们有某种可能性 比如说用催眠 能够知道我们前世的具体生活 那么我们这种对前世生活的具体觉知 对我们今世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这个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比如说从小以后 就开始有些人是特别爱好这个音乐 有些人特别爱好协作 有些人特别爱好他自己其他的一些专业 那么这些都是 应该是按照佛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有关的公案论证 他前世做这样的一种事情 那么以这个事情判断或者决定后生的一些意义 所以我想起来马克思辩证微物主义也是这样讲的 他说真正物质的内因决定物质后面的产生 而外因不能产生后面的真实的决定意 只是对他的某种形象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现在在座的很多人都是 为什么你选择什么样的专业 你在即生当中在任何一个项目当中 发挥一个更有意义的作用的话 其实对自己前世的习气 前世的种子有一定的关系 同样的道理我们即生当中所作的 任何的善法或者恶法 对来世也是会取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在争这个机会我也特别希望 我们在座的老师也好 同学也好 用正确的见解来观察万事万物 包括生命的现象 物质的世界 宇宙的世界等等 那这样以后我们即生当中也会了知去世 对来世也会快乐 当然今天因为世间关系可能好多同学 我看到你们很多很多的同学都是特别热情 其实这样很好 因为一个学校大家都有一种积极性 有互动的气氛 而且在这里人文气氛各方面都是非常殊胜 谢谢大家 十代放心 我看到底下还有很多手在一起 而且有的这点是我的同事跟朋友 那么十代放心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 以后我说叫想缘分了 以后因缘合合 你再向参谱提问 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的演讲正式结束 那么现在我们以西北大学研究所的名义 再次感谢他们请学生代表 谢桑花 那么这次你看我们这个学术会议的规伙也是我们西北大学 不在也许所准备的类似过类似过来 比我最大的一次 那么为了此次的合同呢 我们西北大学的研究所的学生 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还有整个多志愿者忙碌了很长时间 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 在庭上在座的各位一掌声 向他们表达感谢 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生命的庭部和贵宾 与提席 那么其他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留到这里会有一些协议人讯品给大家发送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